欢迎的就是魏卡亲子酷喵系列代言人 超酷偶像 Rise张延祺 让我们掌声有请 哈喽哈喽 延祺你好 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Rise张延祺 那延祺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以我们魏卡亲子酷喵的这个代言人 形象来出现的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在刚才看直播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 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 就是介绍这些产品的时候 都讲得非常详细了 就是每个产品 它的用途也好 设计也好 大家都应该比较了解了 就是我自己在后面看直播的时候 也想说 也想给我自己家的猫 也搞几天回去 对 因为阿奔非常的专业 他给大家介绍了很多 就关于比如说 你在生活当中 会跟猫咪一起 会碰到的一些状态 以及我们魏卡 可以帮助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等等等等 那刚才阿奔也做了一个预告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 最后一重的这个抽大奖的环节 这个大奖是一个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个 迷你小型的仙人掌猫爬架 这个猫爬架呢 大家相信在很多的 比如说宠物咖啡厅 或者说是明星宠物店 都有看到 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非常的实用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 我们的点赞数啊 已经到了33万 过了33万了 所以说 所以说接下来最后一波福利将由小琪琪亲自送出这个迷你的仙人掌猫爬架 那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口令 这个口令呢 就是你们输入进去以后 我们最后抽奖 比如说我说321开始 你说停 然后你说停了以后 截图的第一位 就是我们的中奖嘉宾 那我来公布一下 我们的口令好不好 好 我们的口令是 魏卡携手Rice张延祺 记住了吗 魏卡携手Rice张延祺 记住啊 虽说有点长 但是拿出你们的诚意时间到了啊 我说321开始 小琪琪说停 接下来可能小琪琪会亲自送给你这一个 显然的猫爬架 来 我说321开始 我随时可以喊停 随时可以喊 让大家多刷一下 多刷一下 刷起来 多写一些 对 多刷两点啊 那我也准备好 要喊停了 321停 好 我们有截好图吗 谢谢助理 看一下我们的获奖的观众是 延祺祺吃火锅 你是爱吃火锅的吗 当然重新 延祺祺吃火锅 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解图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来说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口令是 魏卡写手Rest张延祺呢 因为今天小琪琪是以一个 魏卡亲自扑喵系列代言人的身份 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那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 会有更多的力度写手 带给我们的粉丝以及观众朋友们 对 我们今天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开端 那恭喜刚才这个 延祺祺喜欢吃火锅的这位幸运观众 获得了我们这一个仙人掌猫爬架 那同样的我们请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 去登陆你的信息以后 我们会快递给你的 那同样的今天小琪琪也带来一份 隆重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亲子扑喵系列的人宠共用的亲子毛毯 对不对 是 来 在哪里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毛毯 这个毛毯我要卖一个小关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郑重 要给大家推荐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琪琪有养一只猫 它叫七哥 对不对 那其实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七哥 是不是有互动的环境 是就是因为其实平时工作会很忙 但是在忙碌工作之余 就会回到家里面有一个休息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人主人和宠物的关系 其实就是要互动 两者都在一个舒适的状态 可能很多人觉得像很多禅食馆 就会觉得 我要把我的主子服饰的很舒服 服服帖帖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人在这个空间里面也需要舒服 就不只是宠物舒服 应该是人和宠物同样都到了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 两个人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和彼此的互动 所以这次这个毛毯 其实它不仅仅是对于宠物来说是一个毛毯 其实对于主人来说 也是一个可以自己去使用的一个毛毯 没错 之所以给大家隆重的推荐 是因为我们这一款毛毯真正的做到的 人宠都很大标 而且使用感都非常的舒适 那卖了这么久的关子 我们的毛毯是不是也该隆重登场了吗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亲自控喵 人宠共用的一个毛毯 来 就是这个毛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人宠都会极致舒适的一款毛毯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材质是百分之百用法兰绒制作而成的 那大家都知道法兰绒 它不管是在服装 甚至在礼服方面都有很大的普及度 而且它非常的舒适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舒适程度 整个的这个非常的绵密 而且非常的舒适 而且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它非常的 在舒适的同时也无毒无害 完全没有任何的甲醛气味等等 健康 就大家如果说收到它的以后可以第一时间打开闻一下它的气味 它非常的舒服 因为大家都知道宠物的嗅觉是比我们要名义很多倍的 所以说任何一点不舒适都会引起它们的这个难过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人宠亲密的毛毯 是非常好的做到这一点 对 那同样的今天也要为大家安利的就是 我们除了这个毛毯以外呢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它的周边配套 就是一个帆布袋 那这帆布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挂带绳 准备的非常长 我们可以在逛街的时候呢 就直接背到身上 然后可以把毛毯放在里面 也可以就说放一些我们日常需要去逛街买菜 需要用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呢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三张明信片 就是小琪琪的帅酷明信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都是我们特意为了这个魏卡 拍的一个写真教对不对 然后上面都有我们的小琪琪的帅气照片 那同样呢 如果说大家购买了我们这一款毛毯以后 就会获得一个亲子的勾带 以及我们的帅气明信片来到这个状态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直播间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毛毯 然后我们的链接也已经上上去了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到我们的购买当中来哈 然后支持我们的小琪琪 那今天呢 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个毛毯的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陪伴性 那我想问一下小琪琪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很爱创作音乐或者是听歌啊之类的 是可能我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是自己看剧寻找灵感 然后就是自己坐在电脑面前就是研究音乐 学习音乐 那你跟七哥日常的这些互动都有什么呢 可能其实我平时很少会去撸他之前 我也就是在采访里有提过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撸猫的人 可能跟他的相处环境会比较安静一些 就如果他愿意趴在我身上的话 就让他自己待在我身上 如果他喜欢趴在一个角落的话 就给他营造一个舒适的角落 所以说其实就是各自安好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呢 据我了解猫主子都是一些比较各色的性格 他有的时候呢 你主动靠近他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躲得圆圆的 但是不太理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主动过来蹭到你身边来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写歌呀 或者听歌的时候 都是身处于空调房当中 有的时候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那种 在空调房当中披着一个被子 都是毯子的这种感觉 被温暖包围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一个亲子的这个毛毯 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人宠 共同处于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媒介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你的这个 七哥跟你的日常交流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他可能比较活泼吧 有点像小时候的我 就他可能喜欢在房间里面 自己就是跑起来 莫名其妙的自己 就开始跑圈 开始锻炼自己的身体 就可能 因为就是我工作之后就渐渐的变得很需要休息 安静 我就渐渐的变得安静 但他可能就渐渐的越来越兴奋 也有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看到 我唯一回家就特别开心 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是在吸引你的注意力呢 也有可能 希望我能多关注到他 对对对 那刚刚说到了音乐 那平常的生活当中 你喜欢听一些或者创作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音乐 可能像我自己听的可能还是流行和hiphop多一点 但是其实我在家里面的话可能会听更安静一点的听一些钢琴曲纯音乐 或者是五点音乐 确实不同类型的音乐会激发我们不同类型的灵感 让我们引起不同的状态的舒缓 对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其实都是不同的状态的 就比如说你说七哥 七哥有的时候可能是突然间很安静 突然间莫名其妙自己就奔跑起来了 对不对 那刚才说到了你跟七哥的日常互动 其实除了这种简单的互动以外 有一些蚕食官必不可少要经历的一些问题 就是比如说猫咪给他擦擦耳朵 或者是给他 对 剪点指甲之类的 这个时候呢 其实据我了解猫咪的服从性是 跟狗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需要有的时候会控制它 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给它这样的处理呢 我这是一个失败的这个典型的失败教程 就之前我自己有给七哥洗过澡嘛 就当时他好像刚刚快接近成年的时候 因为其实接回家之后就很少给他洗澡 因为他当时还很小 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差不多跟他关系搞得不错了 可以给他洗澡了 后来我就去医院打针了 对 对就因为我就是少了这样一个毛毯 我当时就是用自己的徒手去控制他 其实你应该让他先处于一个舒适的环境状态之下 然后在这种安全的状态之下把他估住 是的 我当时就是拿我的手去抓住他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低他的那个脖颈 我感觉平时都这样应该很熟了 我洗澡的时候也这样低 但他碰到水之后就有点害怕 应激反应 对就有点就有点生气 就攻击了我就受伤了 然后我就去医院打针了 你就完美的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被你家七哥抓伤过 是的 就是因为少了这样一个毛毯 这个安全收拾环境 没错 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cue一下 今天我们前十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暗号 下单这一款亲子毛毯的观众朋友们 就可以获得一会儿由琪琪亲手为大家现场签署的签名照一份 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哦 是我要公布暗号以后下单在我们的订单信息里进行备注 前十名可以获得小琪琪的亲笔签名照 对不对 好 那大家可以准备好啊 准备好我们的点赞 那现在我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点赞是66.69万 当我们点赞破70万的时候 我们准时公布暗号来抢这一个前十名的带签名照的订单 对不对 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毛毯啊这个毛毯呢他是有百分之百的法兰绒制作而成 那法兰绒大家都知道他质地非常的绵软舒适而且呢我们的人和你的猫咪和宠物都会百分之百的属于一个舒适的状态当中 而且他做到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完完全全做到了人畜无害大家如果说收到以后可以打开闻一下他的味道是完完全全没有甲醛的这个气味的而且呢他整个给你的状态只有舒适两个字可以形容 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周边福利一个就是这个购物袋上面就是我们的魏卡的logo 同时呢还有这个小琪琪的三张呃被魏卡专门拍摄的这个明信片那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我看一下啊哇瞬间一眼没看到到了75万 那我们要准时履行我们的承诺对不对公布我们的暗号大家准备好了啊 我们的暗号是什么呢 先卖一个小小的关子让我们的小琪琪先新笔我们把签名照签上好不好好的哎这个是小琪琪的签名 照片啊然后请小琪琪在上面签好签名帐用小助理准备好签名笔 谢谢哎这个笔会不会签起来太小了就是有看不那么明显这只猫还趴在这里我当天的记忆犹新 是据说你跟他那天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慵懒对不对是的他为了让他把眼睛睁开 大家都很努力的哈哈哈在调动他的兴趣 签好一张本来想画一只猫了但是画的太丑了让我们看一下小琪琪画的猫是什么样子啊来看一下这就是这是七个猫哈哈哈就不要试了我画的太丑了我觉得他会生气的了来看一下啊这是小琪琪亲笔刚刚签过的新鲜出炉的签名照 然后呢上面挂了一只猫咪就在这里啊我们暂且当他是猫咪好了第二张画的会稍稍稍微好一些第二张画会稍微好一点已经两张了然后呢在小琪琪为我们签这个签名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亲子库喵系列的 人宠共用的一个啊毛毯那这款毛毯呢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的质地非常的绵软而且呢我们很好的做到了他的安全性人畜无害不管是你的人对他的体验以及你的小动物对他的体验感都会非常的舒适 他可能是你和你的宠物之间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媒介可能你在一个夏日的空调房里啊开的很冷的暖气的时候冷气的时候呢你铺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空调毯以后 他就会钻到你的怀里难得的享受一下你跟蚕食官的亲密互动那小琪琪呢为我们亲底签名的这些签名照准备呢我就要放二号了啊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粉丝朋友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你们做好准备我说321就要po二号了大家抓紧时间下单记住我们的流程我再次说一遍我们不是要在直播间里留言这个二号 而是要点击下单在我们的订单备注里留下我们的暗号好准备好了吗321我们的暗号就是虫粉狂魔张延吉哎哎为什么叫你虫粉狂魔我也不知道这个暗号也不是我了解啊这个在你的微博里面你就是你的粉丝非常跟你互动 对而且就是你非常虫粉我感觉我感觉倒也没有吧我好像经常经常就跟他们辩论起来这就是虫粉你就表现啊他们就喜欢跟你亲密互动是吗是吗帖子们我做的对吗哈哈哈不愧是狗狂啊哈哈哈对那啊我们的应该是前十名的订单啊已经下好了 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抢到我们的亲笔签名也没有关系今天只要你下订单我们的这个呃人宠的这个亲密毛毯就会获得一个勾带以及三张明信片为你的赠送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小七七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呃安利了这一款人宠公众的毛毯以后呢据我了解我们还有三款的明星产品要为大家进行介绍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的主播阿奔为我们再一次介绍这些产品掌声请 哈喽啊休息得怎么样啊休息得可以休息得可以我的掌子已经回过来哎那接下来的正如又要开始了啊对呃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 介绍了七款产品那我们今天的话其实一共有十款产品是要带给到大家的要带给到大家就没有三款产品呢就是当我们小七在的时候呢要一起来给大家带给到大家的第一款产品的就是我们的胃卡的五土猫草我们的胃卡的五土猫草呃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小七的话平时自己会去做一些盆栽啊会种一些植物啊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到底会不怎么会对不对因为工作会 会比较忙吗对因为工作会比较忙那么小七刚刚也提到的因为现在工作越来越忙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想要休息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到说让大家可以非常简单的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其实猫草这个东西对猫咪又特别好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说猫咪其实平时一直会舔自己的毛对不对七个的话应该也会舔吧平时一直舔自己的毛那舔完毛之后的话其实猫咪是没有办法消化它自己身上的这些毛 要办法主动把它排出的没错所以它的话呢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吐毛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其实之前有抓到过一次我们家那时候有一只小猫然后吐毛球整个过程看上去就特别的可怕你也会特别的心疼它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它来说其实是特别必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吃猫草最大的一个用处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猫咪来催吐它体内的毛球 那么同时可以帮它来补充维生素以及是调理它的肠胃所以猫草的特点其实是非常多的猫草特点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我刚刚也说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设计其实为了大家更加方便的可以来种植这样一个猫草所以那这么说来它的这个种植过程非常短平快咯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两步把包装打开把包装打开没错第一步就是把包装打开我好聪明第二步这个动作可能今天需要小气配合 只要做往里浇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就可以想浇多少浇多少真的是想浇多少浇多少想浇多少浇多少浇多少浇出来吗首先我要表扬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的到位大家就是要均匀的把水撒在上面但是有些人说万一浇多了怎么办浇到里面都是水怎么办首先大家会发现说水并没有漏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锡纸的包装它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容器但是如果说水浇多的话来第二个动作也是要小子来配合我一下直接捏着它把它倒过来倒出来倒出来有水的话就直接漏在我们这个容器里面不用担心直接倒 哎它的这个设计真的很好哎对非常的方便 好水够了吗我告诉大家当你把里面多余的水全部都倒完的时候它的浇水量就到位了哦就不需要你去控制不需要你去控制所以非常的简单均匀的把水撒上去多余的水全部都倒完就OK了假如言之我们可多了往下倒一点然后让它充分的吸收水没错然后把多余的水倒出来就是OK的状态没错你可以猜一下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蓝色的包装是我们的黑麦草黑麦草的话这样的一个掌势大家猜猜看 长几天什么也得一个月吧我觉得得好几周对得好几周五天五天五天就可以长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当它呃我们平时官方的一个给大家一个描述差不多是长七到十天左右那七到十天的话它可以长得更高因为这个季节的话正是适合我们黑麦草的这样的一个掌势的一个季节那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呢只要有日照就可以了就放在窗户边上就行没错没错不管你是室内 还是室外不管你是开了空调还是没开了空调浇完水放在那边只要有一些阳光它就可以长得非常强生命很顽强非常的顽强非常的顽强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呃像我刚听到说小七其实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一些安静的古典乐乐有时候会去听一些hiphop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喜欢听这个人喜欢听那个那对于猫来说他们也有试口性和挑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光是有蓝色的黑麦草我们同时呢还会 有这个绿色的包装叶子非常的宽这个其实是狗尾巴草哦这是狗尾巴草这是狗尾巴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其实是比黑麦草要宽了很多是是那么给大家对做一下对比可以看一下啊黑麦草其实非常的细对这是黑麦草那么狗尾巴草非常的宽那么我们怎么来选择那么黑麦草的话呢其实比较适合那些挑食的猫咪因为黑麦草是猫草当中相对于来说 适口性最好的一款适口性最好的一款对如果说你们家的猫咪以前不吃猫草或者说本身就挑食的一个问题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蓝色的黑麦草那么如果说你们家的猫咪肠胃比较敏感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狗尾巴草因为狗尾巴草的话叶子宽所以它非常的嫩所以它非常的嫩对那么接下来我要公布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我们平时的话猫草是12块钱一包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活动只要21元 就可以买到三包的套装合着就是7块钱一包7块钱一包平时12块钱今天只要7块钱每一包便宜了5块钱其实非常的格算非常的划算大家只要按照自己猫咪的一个喜好如果你觉得肠口比较敏感我们就买绿色的狗尾巴草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如都买回家去试一下对可以毕竟种植是有周期的没错没错没错等待它一周的时间再换口味不如说我们同时种植让猫主子去选到底喜欢吃哪个没错没错 猫肉也放宽面条和细面条一样 诶你好棒啊我又可以换你吃 你好棒你好棒没错没错没错好宽面细面版的猫草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其实是第八个产品 哦这是第八个了对还剩下两个产品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大只啊 可能要有请我们的孟兴帮我拿一下哦好大耶非常的大只 首先我先把它辅助的产品再放一下 再把它本尊拿到现场上来 哎我已经准备好了哦哦天呐 我完全被挡住了对不对哈哈哈哈 我休息一下在这里休息五分钟的时间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位产品非常的大小琪感受什么觉得可爱吗 这造型非常的可爱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哦哦没关系 sorry 桃子走了还有西瓜在哈哈哈 桃子走了还有西瓜在那这个就是我们为卡非常网红的一个猫沙盆 是的它其实是一个猫沙盆是个猫沙盆是个猫沙盆小西平是用的猫沙盆大概是什么形状 是不是那种我之前用的对没有顶的是露出来的没有顶露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猫咪会被围观我估计它也会害羞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的话这个泛风闭型的造型就很好的因为猫咪在进去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门 猫咪在上厕所的时候就可以端到这个里面去那这个空间其实非常大像我们平时一些布偶啊进去上厕所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布偶毛比较蓬松嘛对吧那么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好的可以体现我们我胃卡的设计精神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就是这个门活动的门那么第二个呢大家平时铲杀的时候像小西平是用那种就是敞开式的还比较方便 但如果是那种封闭式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把整个盖子都拿开铲杀很麻烦 那像我们的话其实是一个抽屉式的沙盒对直接拉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来进行铲屎了所以这个铲屎的过程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个设计对换毛下来说也会更方便没错很方便其实整个抽屉式可以抽出来 抽完之后的话你要是不要的话你把所有的猫杀全部都倒掉 倒掉之后的话你再重新放回去就可以了 现在设计的非常合理对非常非常方便 OK 没错可以避免掉一定的臭味避免掉一定的臭味那么 西哥在上厕所的时候上完厕所出来一定会带猫杀出来对不对 嗯是的因为猫杀会溅到地下 没错没错为什么因为猫咪的手掌其实是非常厚的肉垫 他当中会夹着猫杀他一旦出来之后的话 猫杀就会被跟着一块带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第二个特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落杀的踏板 猫咪所有带出来的猫杀第一脚踩到上面就会全部都掉到里面去了 所以就不会影响到家里的环境不会掉出来 没错没错就是可以让他所有的猫杀全部都落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设计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那么第三个设计其实也是我本人最爱的一个设计了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猫杀 以及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割架 独立这样一个割架 你知道吗我平时跟我朋友和我同事在说 我说这个形容跟上去有点那个 我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割架 因为有一些猫杀盆的话 那没有放猫杀的一个地方 对就像是上完厕所 刷完马桶之后 你那个马桶刷不知道放哪 非常尴尬的一点 所以这个的话就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比喻非常的道理 非常的有画面感 所以这样一整套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就是我们非常网红的这样的一个西瓜的猫杀盆 西瓜的猫杀盆 话不多说我们上价格吧 上价格 我们的原价的话呢是299元 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直播现场直接领到一张60元的券 多少钱 60元的券 所以下单的价格是239元 没错239元 还是好帅 你还帅一下 这算得好快啊 我看你两个手不够 我还真的没有算过来 因为这样是299元的这样的一个西瓜猫杀盆呢 今天下单就只要239元 大家估计可以远远的在我们镜头后面 看到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西柚的配色 粉色和黄色的西柚配色 如果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挑选西柚配色的我们的猫杀盆 是的 来进行下单 那回着夏天的敲敲过去呢 西瓜的价格是下着 但是我们的西瓜今天给你来到了隆重的机会 将价 所以说鸡不可施施不再来 抓紧时间 下单我们的西瓜猫杀盆 西瓜猫杀盆 那存价是多少钱 239元 那我们可以把它请下去了吗 可以把它请下去了 我太想你们了 就一直不让我给你们见面 来 那我们上第三款产品好不好 第三款产品其实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款产品 其实刚刚呢 小七已经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送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现在要拿上来的 我们的小仙人掌的猫爬架 刚才我送的就是这个 刚才送的就是这个 首先这个仙人掌其实是我们为他特别经典的一个造型 我们在2017年品牌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款产品 就有了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理念的话 也是从最早我们产品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现在也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沿用了这样的一个 仙人掌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用这样的仙人掌的一个造型 然后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爬架的话 用的是黄麻 黄麻麻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小七知道猫爬架 大概平时的用处是什么吗 就是猫猫可以用来磨爪子 而且可以在上面爬来爬去的锻炼 没错没错 我就是说要不要试一下 感情舒服的 就是没有那种毛毛造造的感觉 没有那种不适感 因为我之前用买的那个 其实就是稍微用了一段时间 之后就会爆出来很多的那种 会散 对 这些毛虚 这个呢 这个就会 你发现真的很结实 应该会不会划你的手 他扎的很牢 对不对 什么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有爬架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全都是我们师傅手工一圈一圈编了 全手工的 因为这样一个造型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用机器来编的 是没有办法机器编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所有的牌架类型 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底盘 非常稳固 也都非常的老 它是完全不容易被抓掉下来的 所以公用的话 是不是都是一圈一圈用手牌上去 那这个的麻线 跟刚才的车离子麻线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车离子的话是剑麻的麻绳 那我们这个的话是黄麻的麻绳 它其实更耐腐蚀 也不怕雨淋 会非常的老 哎呦我想问一下小琪你是个阳痛吗 我不算是 但是其实我今天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产品 那你其实潜在也是一个阳痛 是很好的事物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就是特别有设计感 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魏卡的主理人好像也是学设计出身的 是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不只是一个就是宠物用的工具 对它更多的像是一个可以像是装饰一个艺术品一样 就放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感觉好像家里面真的贴了一个绿色紫园一样 会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 对其实呢这一款猫牌架据我了解 其实是很多网红的咖啡厅以及我们的明星的这个宠物店都会必备的一款单体 没错没错像很多一些宠物店呢或者我们刚刚提到一些猫咖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说想要提升自己这样一个店内的一个环境 包括猫咖的这样的一个装饰这样的一个氛围就会用到我们的产品 因为产品的话真的是颜值非常的高 我偷偷说一句啊就是我在很多次之前都看了过这个仙人长的这个猫耙架 但说实话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魏卡的 是吗 但是后来我第一次知道魏卡是通过那个拉板箱 啊泡沫箱对泡沫箱然后感受到的这个呃 呃魏卡的这个品牌的魅力是什么 那后来通过点开我说我我这个是魏卡的 哈哈哈 原来他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的业内啊一直被誉为叫做网红爆款制造机 但是我们一直做的是T表的网红 对但现在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包括我们今年其实有非常多的新品推出 对 大家也都逐渐的说了解到魏卡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我们不仅在设计上会做的非常的到位 我们的品质也是做的非常的好 品质也是做的非常的好 哎 那么来要说价格了 话不可以 对 我们的新品牌的猫花家的话 小青猜一下吧 也可以啊 我来说一下原价吧 原价的话是399元 399元 你觉得今天内卡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 应该应该跟刚才那个西瓜盆应该要差不多吧 你觉得60元的券 60元的券 对对对对 然后减60元 算不过来了 我算不过来 算一下 399 399-60 339 哇我是第一名 哈哈哈 对不起 打错了 因为今天的价格要比这个更加的低 我们是值降了100元 哦 值降了100元 399-100元等于299 299元 所以今天只要299元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小新人长带回家 所以这个优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你想299元你买一个猫花家 又买一个家里的装饰物 又买了一个你猫主子最喜爱的一个东西 是 何乐而不为呢 再来考一下大家 考一下两位吧 399元解答例外相当打了几折 哈哈哈 以下 手续上来 手续起来 反正是打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折 没错 除以399元 打了75折 没错 相当于打了75折 就去了1 4分之1的价格来面 很难有的价格 非常少 非常少 平时的话像我们爬价 即使要打折 基本上都是95折啊 9折这样的一个优惠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今天小琪琪来到直播间 才会有的独特的专有福利给大家 没错没错 否则很难有到这样的价格的 所以说 不管是小琪琪的粉丝 还是我们直播间魅卡的粉丝 都可以重视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再有了 你们以为活动结束了是吗 其实还没有 因为今天大家如果下单 买我们的小琪琪 然后还额外的再送给到 大家一瓶刚刚提到的 我们和旺旺集团联名推出的 这样的一个水神的口浆喷雾 对不管是猫猫还是狗狗 都可以在口中喷它 然后达到一个储兽的效果 储兽和储兽的效果 对 所以这样的话一瓶是69元 也是下单之后直接送给到大家的 好 那今天我的任务差不多就完成了 所有的10款产品都已经带给大家了 好吗 那我们掌声欢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小琪琪 那刚才在直播间的过程当中 阿般跟我们分享了三款好物 真的是价格又好 性价比又高 东西又很划算 也很便宜 那相信很多你的粉丝们都很蠢蠢欲动的去下单了 对不对 那其实呢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咱们俩的哈拉的环节 就简单 给你的粉丝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你的机会 以及给贝卡的粉丝们去更多去接近你的机会 那刚才你的粉丝朋友们给了我两个你的关键词 我说如果是说你想了解张延祺的话 这两个关键词是最快帮你了解他的 一个关键词你猜的是什么 我都猜不到我自己的关键词 你猜不到你自己的关键词吗 你觉得 希望是和才华有关吗 没错 你的粉丝跟你心心相应了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实力派偶像百变少年多才多艺 没有骗我吧 还真是 实力派偶像 我手写的 就是他们刚才给我留言的 实力派偶像百变少年多才多艺 那为什么说你百变少年多才多艺呢 因为据我了解 张延祺在他的不同的工作状态之下 以及不同的环境之下有不同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道具 这是一个KD版 有一个这个KD版在这儿的 这个KD版是有八种猫咪 这八种猫咪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猫咪 它们各种猫咪有不同的性格 然后呢 因为他的你的粉丝方是这样跟我说的 小琪琪呢 在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是又撒 然后又酷 能燃爆全场 然后他在创作的时候呢 非常认真 然后在拍时尚大片的时候呢 又非常的帅气 然后说你不同的场合之下都有不同的你 所以说他们都爱 那来猜一下 你来描述一下吧 这几种猫咪哪个是你不同的状态 我来先给粉丝看一下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状态是怎样 你看比如说第一只就是一只梨花的中华田园猫 其实我感觉他有一点像我平时发呆时候的样子 就他这个可以copy复制一下 就特别像我发呆时候的样子 因为低头想事情嘛 因为我很多时候也会自己低头在想事情 这个状态 或者说是创作的时候是别是这样 创作的时候可能会像像这只帽一样 就是在寻找人家 眼睛里面闪光 因为找灵感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开心的时候 是大脑在推速运转的时候 那你觉得你表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虽然他长得很可爱 但是他全身的这个颜色让我感觉特别像表演的时候 很有魅力 然后很有那种所有的光都被他吸引继续的感觉 我倒不敢这么说我自己 我是觉得比较酷嘛 就因为我在舞台上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出自己更酷的 是 这是一只小黑猫 对不对 其实你家七哥也是一只小黑猫 那你觉得比如说你在去进行媒体的采访 或者说是拍摄一些杂志的时候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状态 拍摄杂志的时候应该像他一样吧 非常地端庄 看看看看所谓的端庄是什么样子 相当端庄 端庄本庄对不对 就是乖乖仔的一个样子 我甚至看到了我加班的时候的样子 这个很贴切 加班之后感觉身体被掏空 一般什么样的状态会加班 基本每一天都在工作 今天不算吧 算正常工作 每一天都在 因为可能所谓的加班就是自己回去之后 还要创作一些自己想要创作的东西 然后但是这种我感觉这个猫就是我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是非常不符合现实的 希望大家快点忘掉这只猫 大家觉得这一只猫真的是他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吗 是的话抠一下一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真的是会这么样的觉得吗 来啊 觉得张延祺在你们的心中是这个形象的 记得抠一记得抠一 大家都没有抠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他们总是觉得我是这样一种猫 但其实我 是也是也是都爆了爆了 那我报提问 我其实是这样的猫 对 他其实是小黑猫 对对对 他就喜欢那种就又酷又燃的那种状态 来表演一下 是是 截屏可以走一走啊 来那你觉得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你是西南更猫 啊 玩游戏的时候吗 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我的状态更像狗狗 不像猫一 什么 因为我会更活泼一点 更活泼一点 诶 据我了解最近录了快乐大美女对不对 嗯对 诶是什么时候不 呃 好像这周 诶小伙 19号 对不对 对好像是 快快快快了可能快了 那据我了解 跟他们聊天的聊到的时候 你对黑猫很偏爱 嗯我想问一下当时你没有什么 为什么选择了七哥 其实当时因为是想要就是收养 营养一只猫咪嘛 然后就是在看到就是猫咪兴兴兴的时候 就滑到七哥的一瞬间就感觉哎 好像跟这只猫咪对上眼了 所以说你家七哥也是领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咱们这样说的 其实还是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购买猫咪 是因为有很多猫咪可能需要主人去关心 他们照顾他们 嗯所以我就选择了领养一只猫咪 说到这个我就有发言权了啊 因为我近五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动物保护的工作 然后我所呼吁的也就是领养代替购买 希望大家其实能更多的关注一些那些迫切需要主人的猫咪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不购买猫咪的话 就可以从源头扼断黑心繁育的产业链 因为大家可以可能不知道的是你买到的这些非常可爱 非常昂贵非常名种的猫咪 他可能他的父母一辈子都在笼子里就被无序的繁殖 一辈子在不断的生不断的生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过笼子的那种状态 其实我是觉得养宠物不只是满足就是人的欲望 因为宠物也是生命猫咪也是生命 其实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过程 所以无论说是买的猫也好领养的猫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是说我是领养的猫可能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一面啊 其实猫猫都是很可爱的 只要主人教导的好引导的好 猫猫都可以作装成这样 而且大家所说的很多所谓的土猫啊 其实他并不叫土猫 他叫中华田园猫 七哥虽然是土猫但确实很帅 就长得确实很好看 颜值很好看的 就看了一下你之前微博发的七哥的照片 非常灵性他的这个表现 然后呢而且也呼吁大家呢 以领养代替购买 然后给更多的鸣老动物一个关案 如果说你不喜欢呢也可以去不要伤害他 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买我们的这个 喂卡的这个零食的那个鲜肉包 食粮随身放在包里 如果说你碰到流浪猫呢 给他稍微挤一点 他会很开心的 而且据我了解 流浪猫他会认人的 就是如果说你对他好 可能每一次你走到那里的时候 他都会迎接你 你会享受一个不一样的 VIVIVIP的爱语 是的 是的那今天呢 小琪琪给大家安利了很多这样的产品 然后也跟大家来Q出了他的第一个关键词 那接下来要Q出你的第二个关键词了 就是爱宠达人养猫小能手 那我想问一下小琪养猫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养猫其实之前只有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就特别能体会就是家长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父亲 就小时候就觉得我父亲老是大惊小怪的 就每次我出去玩不接电话 他就特别着急 我就说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没关系 但有一次就是猫猫我好像门没有关键 然后找不到奇葛了 然后我当时一瞬间就感觉就被我爸附起了 天他他其实就在门口 就在门口啊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我就感觉真的很紧张 哎我有家有一次我们家狗就是夏天吗 有可能就说开开窗啊门啊什么的去放放风啊之类的 然后就把我们家门打开了 我们家狗就自己溜出去了 我就找啊 蛮小区的找啊 因为我想说狗丢了怎么办 后来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邻居说 哎你是在找狗吗 啊你们家狗下了一层楼 进我们家了直接 然后进家了以后就上我们家床上去趴着 特别不把自己当外人 跟邻居都混得很熟 很熟 然后到时候想说我在干嘛 我这么担心你 你竟然再去自己找乐子 但其实那种状态是你很担心的 因为其实狗丢了猫丢了责任不在猫不在狗 在于主人自己 所以我觉得养宠物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成长一个进步 是就是你会更有责任感 你能够更明白自己的责任在哪 对对 然后在这里插一句话 很多啊蚕屎官啊都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开窗 那我们在开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预备好那样的一个金刚丝的纱窗 否则今天夏天出现了很多就是猫咪自己往处跳 然后摔下去的这样的心痕之类的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我想问一下 那在整个你跟七哥的这个互动之中 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印象最深刻的吗 印象最深刻 他几岁了 他现在已经一岁多了两三个月 因为他是领养的嘛 具体的生日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大概是在一岁两三个月左右 我是给我们家狗 当时他也是领养的 我是3月19号把他领养回家的 我大概目测他是两个月 所以说他的生日是1月19号 可以非常非常清楚 会算哈 是是是 那你觉得你们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最深刻的话 就是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 因为我出去工作了 有一段时间在无锡工作嘛拍综艺 然后就把他送到我朋友那里的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他是有点不认识我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挺有一点点难过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确实有一点点难过 就感觉好像变成朋友的包了 就跟我不是很亲近了 但是因为可能今天我对他也比较严厉嘛 就是他一旦犯错 我都会批评他 都会告诉他不能这样做 你会把他抱在这里去说你不该这样 我会就是把他拉到这个案发地点去教育他 就比如他把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会把他拉过去就跟他说很久 说不能这样做 但是就是可能太严厉了 他可能朋友对他比较好比较宽松吧 就觉得小孩子就比较喜欢宽松的 对然后其实我刚回去的时候 他就是不是很认识我了 我还有一点难过 但是在我的就是改变了教育模式之后 就对他稍微的宽容了一点之后 就发现他还是又认回了我这个主意 所谓的改变教育模式 是不是就是打一巴掌给一天早 就甚至都不打巴掌了 就比较宽容 但其实我发现就是他可能也长大了 就是我没有再去很严厉批评他 他现在也不会主动的去推倒东西推翻东西 其实咱们俩作为都是领养过流浪动物的这些人 很有发言权的 就是流浪动物他们真的很聪明 因为他们吃过苦 真的是 所以说他们很珍惜现在的这个幸福和快乐 那整个在你跟七哥的这相处的一年多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很多的回忆 那相信在未来的十多年当中 你们还会有更多的回忆 是等待着你们共同去谱鞋 那也相信呢在之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多多为七哥准备一些 卫卡的这些小物件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都 已经安排了 已经安排了 比如说我们的猫抓板 其实猫在往下拨东西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手痒 然后呢想要去抓一抓 或者说是呢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对 希望你们多多关注他 多多去陪伴他 对 但是猫的性格呢又很傲娇 不会像狗一样 狗呢如果说他想 他就会去做 就走到你身边去蹭一蹭你 但是猫他不会的 猫他就会想说 哎那我去 他就觉得你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越喜欢什么 他就越去拨什么 是的 对不对 养猫秘籍大家都多学习一下 对 你越喜欢什么他就会越拨什么 你越 我有的朋友有一只猫 特别特别可爱 这可爱要加引号 只要他主人出差超过五天以上 回来的第一天 他的床肯定是湿的 好家伙 对肯定是会给你一些案发证据 而且会当面 对希望被你发现 对他宁可说你训我一顿 对我也希望你多跟我一些互动 其实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世界只有你 没有别人 所以你就多买一点咱们威卡的产品 我陪伴他多玩一玩 他就不会捣乱了 比如说我们的人宠共用的毛毯 就是你的第一选择 对不对 来 那接下来呢 既然说到了养宠达人 养猫小能手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快问快答的环节 准备了给你 这都是你的粉丝留下的问题 然后我亲自手写的 好的 来接下来快问快答啊 要不经过大脑的瞬间回答 可能是快问慢的 我尽力吧 来第一道题 七哥现在近况如何 有没有变胖 变胖了一些 但是比他巅峰的时期 稍微瘦了一点 你给他做射身计划了 没有没有 最近他可能比较活泼 爱动了一点 对不对 那是你叛冷还是七哥叛冷 我觉得是我叛冷 对七哥就是因为他的毛发比较旺盛 然后也比较脂肪比较多 那你们一起会一起窝在小坦子里吗 会 但是他可能会比我就先离开 就可能他已经暖和了 一般一般都是这样 对 一般都是这样 我们家狗也是偶尔让他上一次床 对 他上床待五分钟他已经下床了 他已经舒服了 对 然后你如果说在那边拍戏啊 或者录综艺的时候想七哥了会怎么办 其实我很少会想他 因为我还是挺放心他的 所以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放养的一个这个父亲的老父 孩子长大了 对 他小时候的时候我会很担心 但他现在长大了 就我比较放心 但是我跟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就刚才我跟工作人员 我们对台本的时候 我突然间大喊了一声 天哪 我帮我家狗喂狗粮了今天 然后心里就很慌 然后就赶快给我们家 有我们家钥匙的朋友说 快回去给瑞口喂一管狗粮 他今天没有吃饭 其实狗饿一顿没有所谓的 主要是主人会担心 其实担心的是你而不是他 就像有一种冷 是你爸爸妈妈觉得你冷 对 七哥现在会自己开门 也会开车物体之类的 感觉他智慧 他会开门 对 就有一天我把它关在房间里面 因为他当时好像刚刚做了手术 某个手术 对手术 然后就需要把它放在房间里面 就希望他不要在外面蹭到什么东西 放在一个干净的房间里 结果第二天我发现他在外面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半夜 谁把门离开了 有位成员来我的房间偷偷看我 结果后来我发现是他自己开的 就他经常观察我开门 他自己学会了 天哪 所以我请放心 他真的很聪明 就是他饿了会自己去柜子里面翻 就是零食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 他们家猫真的非常聪明 然后他是个演员 他在出去拍戏的时候 去七天 其实七天他准备好猫粮什么的 其实猫是没有提的 但他们家猫太聪明了 渴水喝完了 自己把水龙都打开了 没关系 水满金三乱知道吗 他回去以后就是想哭想笑 想笑的是什么呢 猫没渴死 想哭的是这个房子装修怎么办 来下一道题 什么时候让七哥出道 还是希望他当一个素猫吧 当个素猫 对不对 那所以说接下来是没有机会 让他出现在你的视频 或者是作品里面 对不对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面 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就是友情客串 对不算出 比如说爸爸之类的这种节目 然后带着你的小猫鸣一起上一下 那就是做一个什么主人去哪了 这样的节目观察一下 可以可以 这个节目可以安排一下 可以投钱了大家 剩下还有四个问题是关于小琪的 好的 那小琪最近有没有get什么新技能 最近吗 最近我倒学会了怎样谋生 因为最近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让我对谋生的本领又提升了一些 就是接下来大家可能会看到的工作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多多关注小琪的微博 都会预告的 来第六道题 最近喜欢看什么节目 最近啊 最近一直都在工作很少看见 也没有看综艺之类的 我在这两天以内看的最近的一个节目 就是刚才的魏卡的直播 哇 这个这个代言人真的是尽职尽责 那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非常好看 主要是有帅哥在进行颜值担当 来第七道题 如果用猫来形容你的粉丝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样类型的猫 我觉得真的是各种样的猫都有 就刚才那个题板上至少每样的猫都有一个 对因为其实不是说他们只是某一个样子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个艺人他的粉丝可能就是一个样子的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是真的有千万种样子 比如说但他们有共性就都很可爱 然后都很爱你 也不是都很可爱 有的人会像像你的老师一样 教育你们 他们会当然会 就互相互相 他们会给你上课吗 就是在你的微博底下 说你不要这样 虽然这件事情是我干的比较多了 我也承认 但他们偶尔也会这样对我 所以说你会跟粉丝去辩论吗 会的 就是会就是展开一些讨论 就是大家发散自己的思维 所以真的就像各样的猫迷都有 就是各样的粉丝都有 他们有自己的性格 自己不同的一面 他们唯一的特性就是都喜欢展颜奇 是吧 是吧 那大家都知道张颜奇是外号西南梗黄 那我想问一下颜奇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冷笑话 可以讲给我们听一听 最近我已经拜了 最近我已经拜给了我们团的Rise姚称 就是他已经夺走了我这个冷笑话之王 为什么呀 因为他最近就是连讲了大概连讲了20个冷笑话 就是所有人都已经 每天都在讲 不一天讲了20个 一天讲了20个 那岂不是我们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已经冻结 就就非常需要裹上咱们的这个毯子才能保温 啊这好冷 超级冷 你们干得到的那种状态 对就超级冷 所以有没有记忆最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记忆最深的 茉莉花和哎我都记不记不住了 他的那些都太无厘头了 毫无毫无关系 忘掉让我们忘掉姚称老师 哈哈哈 来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在整个的那个快门快门环节过去以后呢 接下来其实就进入到了我们随便哈喇的环节 那整场直播下来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感受如何 整场直播下来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因为其实之前我个人啊我个人去选一些就是宠物猫咪的一些生活用的用具 也好还是一些吃的也好用的也好 其实我更多的是考虑着他的实用性 就因为我很难想象说什么东西能够把实用性和美观都做得很好 实用美学 对但是我今天看到咱们威卡的几款产品都做到了 哎包括像那个樱桃也是 对像这个猫爬架也是 就是他们既做到了就是真的是品质非常高 然后又是颜值非常高 其实我觉得一直我在我的概念里这两者都是不冲突的 是不要因为说你注重了实用性而忽略了美学的这个效果 但我觉得这是个很难的事情很难做好平衡点很难找对 但是我觉得魏卡今天做到了对 那我想问一下在跟魏卡的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对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直观的认识 直观的认识直观其实就是有一个也不算偏见吧 因为其实大家之前对魏卡的理解都是所谓的网红网红牌品牌 对对对就可能会别人觉得 啊不知道品牌 对别人会觉得是不是只是宣传做的好 没有认真做产品 但是其实我就是因为我真的有使用 就是虽然台本上说我要回去买几个 但其实早就已经安利好了 其实在接代言人这个身份之前 其实就把全系列的产品也没有全系列了 这有点太假了 有一说一 就有一部分的产品真的是用过的 现场拆台的艺人啊 我真的是真的好难带 咱们是这个求真 真的好难带 对就是还是用过了好几个 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真的我自己使用过才有发言权 包括那个猫砂盆 真的就是因为之前我用猫砂盆满地都会有小的猫砂 我觉得这是只有自己使用 对但是用过就会发现真的是 就一个很小的设计就把你家里面的环境都整个都改善掉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只是大家印象里面的网红品牌 而真的是有在做品质的品牌 对对对 我其实这些产品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拉杆箱 就那个泡沫箱 它的泡沫箱首先呢 顾及到了银纸 它很好看 是一个西瓜的造型 其次我觉得它特别人性化 因为很多猫大家都知道有应激的反应 对不对 比如说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或者说看了很多的人 它会很紧张 甚至是会产生那种鼻枝啊 或者是羞恨的状态 对 但是它做得很好 就正面它是被遮挡住的 就是有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但是它侧面留给了猫视听的窗口 有观察 对还留了气孔 所以说猫咪可以做二种选择 如果说它想看外面的世界的话 可以通过侧面透明的这个窗口来去去了解 但是呢它最容易给它带来不安全性的正面 其实是半透明的 可以进来微光 但是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 是 大家其实要了解到我们的宠物 饲养的这个宠物 它虽说是宠物 但其实也是我们身边的家庭的一个 对一个成员 至少它要陪伴我们十多年的 在你这十多年当中 你可能有无数的朋友 但是对于它来说 它只有自己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注意一个理念 就是养宠物要终身负责 对 你一定要爱它 你就要多陪伴它 一定要不离不弃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给它选用一些 真的性价比高的 好的 真的是对它安全的产品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猫草 对 或者说是刚才说的那个中华美食的那个玩具 对 这种但凡要入口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严抓品质 还是品质最重要 很重要 有一说一刚才说到 我也突然想到 其实魏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给了宠物选择的可能性 怎么说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主人去选择 我觉得猫咪要吃这个 我觉得猫咪要用这个 但是就像刚才的猫草 它其实有不同口味 不同的 去可以根据咱们宠物自己的选择 去选择它喜欢的东西 所以说其实可以多买一下 对 对 就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人心话 对 其实像我平常给我们家狗狗买东西的时候 都是会各种口味的先买一次试一试 让它你先选 你看你爱吃什么 然后爱吃什么的同时 我在看有没有优惠 然后有优惠多买一点 多腿一点 对 但是咱们这个又有选择 又有优惠 只有今天了 下单吧 下单吧 瞬间上状态了 对 其实呢今天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东西 好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价格也好 也给准备好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下单呢 对不对 帅哥也给你准备好了 亲自给你去安利产品 对不对 虽然说我也不算帅哥吧 也算 借着他的光 对不对 一个半 对不对 然后今天抓紧时间下单 我们为卡直播间 张延祺今天首次亮相的一个专属福利送给你 我们有很多产品 比如说有我们的除臭剂 有我们的这样一个施粮 对 也有这个 呃 拉杆箱 毛爬架 还有这些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毛沙盆 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而且价格也很好 还有就是张延祺独有的这个人宠共用的这个爱爱毛毯 为大家准备出来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的话 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去考虑下单了 因为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不敢说前无仅有后来者 但是绝对是值得你入手的绝对绝对不会买亏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而且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关注主播不迷路 严祺带你上高速 对不对 厉害厉害 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严祺的小可爱们 多多关注严祺的这个自己的接下来的新作品 也多多从微博上啊什么的各种平台 多多关注你的状态 然后多多为他加油打高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支持对于艺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前进的动力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 就是为卡的粉丝朋友们也多多关注张延祺 毕竟呢 现在为卡携手rest张延祺 接下来将前路无阻风雨同行 来为我们带来你的爱宠的又美又实用的这些产品 那同时呢也感谢为卡今天为我们请来张延祺 来带来这一场举会的直播活动 也感谢张延祺来做客为卡直播间 来与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 那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做给张延祺 让我们全场公平打一下666好不好 谢谢 带来哥做事一句我也必须做事一句 宠物好宠物好物都在哪 淘宝店铺搜魏卡 哇 谢谢 宠物好物都在哪淘宝店铺搜魏卡 嗯 有一点 有一点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魏卡 多多关注rest张延祺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我们要平移出话吗 不用不用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